大哥 竹铁山你就是个饭头 整天就知道泡舞厅 让那个小骚货勾得你昏不守舍 大哥 出什么事了 你还有脸问我 顾炳生把弱大的赌场 都开到你的眼皮子底下了 你竟然一无所知 简直是个蠢猪 大哥 这怎么可能呢 是不是搞错了 朱老板 您每天从复生进进出出 就一点都没有察觉吗 大哥 您说的是复生对面新装修的那家吗 大哥您放心 我派人查探过了 那是一个东北老客 准备开张的皮货商行 跟赌场啊不搭借的 这就是个猪呢 除非我把这些东西托过去 也设计 这就是个人 那是个人 我一个人 都没有了 有个人 我不是说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就是 那是 你 你 操酒业死灰复燃 复生王后还有好日子过 那大哥您的意思是 先给他看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谢谢啊 师父 师父 加急电报 谁的 我 少掌柜 这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 这个少掌柜 拿一文钱能掰开两半花 竟然用大洋给我拍电报 躺什么那样 这个老东西终于肯降价了 我上次到他店里去买布料 他说什么不肯降价 而这次不但一口降价 还邀请我和阿宝 马上去杭州去签订长期合同 好事啊 师父 这少掌柜一向是精明过人 怎么会突然降价 会不会 这个少掌柜我还是比较了解的 他也是不想失去我们子罗兰 对了 我现在走不开 你马上通知阿宝 下午就动身去一趟杭州 去吧 好的 妈 我走了啊 阿宝 嗯 带着 我身上有钱了 不用带那么多 多带点 路上千万要小心 遇事不要逞强 好 要多忍让 给钱加呀 要放在贴身的衣兜里 我知道了 你就放心吧 事情办完了 早点回来 我走了啊 这地方再紧一点儿 嗯 自己打 嗯 我的 你好先生 请问找谁 我们找董老板 哦 这边请 师傅 有人找您 董老板 又来给你填麻烦了 你们是 董老板 不认识我了 今年春天 你还亲手 给我做了一套洋装呢 我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松井先生是吧 真是不好意思 董老板 我们下个月要参加婚礼 我家先生今天特意订送一套洋装 拜托了 好好好 春生啊 赶紧给松井先生量身 好的 请吧 先生 这边请 董月 来了 先生 把西装脱一下 转一下 金宽十四 一尺四 绣长一尺七 一尺七 一尺七 胸围二尺七 二尺七 两尺小师傅 手脚马力 董老板 你真是迷失出搞兔啊 哪里哪里 腰围二十四 好的 红云 带先生去付一下定金 好的 先生 您的衣服 这边请 这位先生身材有点平瘦 我觉得您这种款式比较好 怎么办呢 早就好了 对 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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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一定是你脱了我的钱包 不是我 不是我 我没有偷你钱包 先生 就是你 刚才我的衣服是你拿的 你真是脱了我的钱包 先生 我 你是不是搞错了 你再好好找找 还有你 是你业务脸的身 也有信 先生 你一定是搞错了 宋敬先生 你再好好想一想 你是不是拉到别的地方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 紫罗兰 绝对不会有偷盗之事啊 喂 逗逗 肯定就是他们两个 不是我 没想到 紫罗兰 赌心贼 是沐贼 你住手 你住手 住手 住手 你们这是什么 好好说吧 你听我跟你说 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 你不要噱口喷人哪 老东西 竟敢说我 噱口喷人 快看 你打什么 是否会说你 你怎么能 Robinson打人哪 你怎么到时候打人哪 打死你 噪子 你居然敢动手打人 我接着饶不了你 你敢 打死你 打死你 尤其宗敬先生 让你打人 好 尤其宗敬先生 让你打死你 尤其宗敬先生 让你打人 你打死你 好了 好了 别打了 别打了 尤其宗敬先生 静一静 陈弟弟给家序救 师父 这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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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这是 装死个都怪你 来 把他抖出去 谁也别动 谁也别动 别动 您好 您好 您好吗 我把西安之路的白蓝洋服 两个时间购买了 负责者 您快点回答 是的 明白了 春生 这可怎么办呢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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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之路的白蓝洋服店 这 您好 您好 因为 罗友 我也izen 罗友 我也imen几乎 在这儿 ف 大夫 你快救我的先生 快救我的先生 大夫 快救我的先生 宋靖君 宋靖君 医生 人怎么样了 心跳停止 已经死亡了 宋靖君 宋靖君 谢谢 夫人 宋靖君 不用 不用你 谢谢吧 宋靖君 宋靖君 老靖君 我 宋靖君 不认 不认 宋靖君 不要 不要打他 宋靖君 请你指认一下 谁是殴打你丈夫的凶手 就是他 还有他 你胡说 我的丈夫是他们打死的 没有 没有 我没有打 你的先生就是他们 你一定要给我做军了 抓起来 慢点 慢点 靖雅先生 你们 冤枉 冤枉 走 是日本人先动手打我师父的 不 是你们先打我的先生的 冤枉 冤枉 我抓起来 齐鸭先生 你们不管欺哄走完 就听这个女人的一面之词 随便抓人 你们还有没有王法 王法 老子就是王法 现在人证物证俱在 都给我抓起来 别别别别 过来 别死了 干什么 别敢反抗 春神 快快追 追 站住 春神 快跑 别让他们抓进去 走 快 快放这 快快 快追 你来 快来 快 放这个 放开我 真是不惯了 这不能抓人哪 废什么火 走 走 长官 长官 松下 松下 朱姨·朱姨 松下 老师 大师 松下 你真的مكن我 你帮助恋爱室吗 太坦 太坦 太太不好了 怎么了怎么了 出大事了 慢慢说 你慢慢说 这日本人到殿里捣乱 被春生和红韵给打死了 什么 春生又抢了警察的枪跑了 那老爷呢 老爷 老爷被警察给抓走了 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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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哪 胡妈 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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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太太 快去把太太的药拿来 太太 别放回心啊 太太 太太 吃药了 这都两天了 身上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老爷和红云 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 这阿宝去杭州 怎么还不回来啊 太太 你先不要着急 先把药吃了 先把药吃了 冬腹包带来 快要报告 快要报告 好 少爷回来了 回来了 妈 少爷 你可回来了 家里出大事了 出什么事了 春生和红韵打死了日本人 这春生又抢了警察的枪跑了 现在下落不明啊 春生打死日本人了 是啊 老爷也被警察给抓走了 我妈呢 太太急得病倒了 躺在床上呢 您赶紧去看看吧 好 我明白了 这件事情肯定是个圈套 圈套 对 我跟您说啊 我到杭州见到少老板了 少老板跟我说 根本就没把咱们家发什么电报 去谈什么丝绸生意 那么就是说 肯定是有人假冒少老板的名义 给咱家打的电报 我刚一走 咱们家就出事了 就打死人了 而且打死的还是日本人 这个圈套啊 也肯定是日本人设的 那可怎么办呢 阿安 阿宝 你得赶快想法子 把你爸和红云给救出来 妈 你放心吧 既然我回来了 这事就交给我 我一定会想法子的 少爷 那个叫斋藤的日本人来了 指明要见你 妈 没事 我去看看 姑妈 为我妈喝药看看 好 董少爷 董少爷 我们又见面了 你们在干什么 中村会长让我来告诉你 你们子罗兰的人 母无王法 但是我们上社只愿松井 松井的太太 全程委托上社处理 中村会长派我来 是想和董少爷商量一下 姐姐的方案 你回去转让给中村 让她死了这份心 子罗兰我们是不会让给她的 不谈子罗兰也可以 我们中村会长呢 依了一篇赔偿方案 请董少爷过目 三十万大洋 凭什么呀 如果董少爷同意赔款的话 这床人民案将一笔过效 林尊和那个伙计 将会很快地回家 否则的话 他们二人将以命抵命 你们是王法呀 这事你们说了算呀 凭什么一条人命 要三十万大洋啊 再说了 这松井是我们打死的吗 董少爷 先尽快筹款 三天 三天之内筹不到款 子罗兰就是我们的了 另外 我还要告诉您 到时候 我们无法保障令尊和那个伙计的人身安全 董少爷 董少爷 告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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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 少爷 这饭热了好几回了 现在又凉了 再怎么着吧 你们还是得吃饭呢 五妈 我没有胃口 少爷 你得赶紧想个办法 把老爷给救出来 这日本人是如狼似虎 晚了 怕是凶多吉少啊 对呀 说得对呀 这不是想法子呢吗 要实在没有办法 咱就干脆医了日本人了 医了他们 给他们三十万大洋啊 跟他们签这个齐悦啊 那一条人命值三十万大洋吗 这不明摆的是敲诈吗 是啊是啊 明知道是敲诈 可又有什么法子呢 你别忘了 你爸爸和红云 还在人家手里呢 咱胳膊里摸过大腿呀 我都不信了 他们就是枉法了还 还没地说理去啦 您甭着急 我再想想法子 想想别的什么法子 如今这情势 日本人强得很 咱这小户人家 能斗得过人家 我看明天哪 那你就到商社去一趟 跟他们好好商量商量 咱们就是吃再大的亏 也要把你爸和红云给揪出来 行 明天我去 是 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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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腐瓣帽子 是 一人吗 是 一人 一人 青二岁目 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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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董少爷 我们又见面了 我父亲呢 董少爷 钱带来了吗 我要见我父亲 很抱歉 在董少爷交情赔款之前 我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你们这是敲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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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知道吗 好 既然如此 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六边俊 送客 董少爷 请报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相比这个道理 董少爷应该清楚 如果董少爷能在三天七天之内 交金赔款 我可以保证 董老板平安回家 行 我答应你 只要你把我父亲 还有那个伙计放出来 我们给你钱 好 嗯 董少爷 请报 董少爷 董少爷 请报 董少爷 请报 这满打满算 这账面上 只有这八万仙大羊 八万 就这么少啊 要凑齐三十万太难了 嗯 少爷 这是师父伙计们 凑来的五百仙大羊 平时呢 老爷对我们不薄 现在有难了 就算我们一点心意嘛 您跟师父们还有伙计们说 他们的心意我理我啊 但是这钱啊 我不能要 哎 少爷 你收下 眼下是啊 凑一点好一点儿 您哪 就别客气 收下吧 算了 还给他们吧 这是大伙的一片心意 您哪 别客气 就收下吧 有少爷在家吗 哦 董少爷 少爷不在家 他上班去了 他上班了 老爷去世了 少爷接替了老爷 阿宝 哪阵风把你也吹过来了 啊 那个 我有点事 想请你帮帮忙 走走走 进入入书 走 哎 邓姐 你跟我说说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 我现在说 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回事啊 我今天就想起来 我去世了 你吃你了 了什么 你吃了 我今天就知道 那边 我吃了 你吃了 我吃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邓介 看在同学的面子上你帮帮我 我把紫罗兰押给你行不行 要不这样 我把力气抬高一些 你说多少就是多少呀 算我求求你了行吗 这不是利息不利息的问题 邓介 虽说他只是个小裁缝家的 可看在老同学的份上 你也应该帮他呀 二十几万 对于咱们来说又不是什么大数目 更何况人家还说利息可以高一点的 你懂什么 你知道他得罪了什么人吗 什么人呀 日本人 承介 我没事了 我自己再想办法吧 好 我走了 阿宝 董先生 慢走 实在对不住啊 你常来玩 他到底得罪什么日本人啊 中村建南 中村建南 不就是那个日本商社的社长吗 对啊 有什么大不了的 有什么大不了的 你知道中村建南在咱们上海滩实力有多大吗 你知道他哥是谁吗 他哥就是日军住户少将旅团长中村姓雄 我跟你说啊 就连市长都得买他面子啊 而且这趟口啊 这中村商社正打算吞并他们子洛兰呢 咱们要是掺和一下他 热火上身 那 你要是不跟日本人说 他们又怎么会知道 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昨天中村还派他手下特意嘱咐我 如果我要敢管董福堡他们家这事 那就对我不客气 咱们进大陆啊 得亏经常跟日本人联系 要不然的话 说不定每天把咱们都吃了 这都是我爸的功劳啊 喂 谁啊 杜边先生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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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刚才董福堡已经来过我们家了 你放心 你放心 我已经把他打扶走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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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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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刘小爷 你做得很好 再见 好 好好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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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您好 ああ 您好 一辈子的心血 抵给日本人 就算爸爸爸给救出来了 等爸出来一看紫罗兰没了 那还不当真人给气死了 可是要三十万大洋呢 上哪儿去筹这么多钱呢 您甭管了 这事就交给我了 那要快啊 晚了 你爸和红云的命 可就保不住了 您就放心吧 您上楼休息吧 给我妈扶楼上休息 太太 得快想办法 放心吧 教我了 来来来 快点快点 这边这边 好 多来 帮帮手啊 这边这边 放手啊 放手了 放手了 把这放着 好嘞 新高啊 这样行吗 师父交办的大事 就要大功告成 往后 咱们该裁员滚滚了 小老大 我是真替你捏了一把汗了 在红帮的眼皮子底下办赌场 这搞不好就是一场血战 新高 这说起来啊 这回你可是劳苦功高啊 等师父回来 我一定在他老人家面前 保举你来掌管赌场 小心点 小心点 小老大 小老大 你这是在考验行李 我新高能够为师父和小老大 安前马后已经很知足了 绝对没有什么其他的非分之想 至于这个赌场总经理的位置 非小老大也莫属 放心 我亏待不了你的 快 快 快点 快点 是 是 是 要 是 是 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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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追查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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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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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就是最后期限了 这款子我才凑了十万 还差二十万呢 我知道了 我正在想办法呢 能凑齐 放心吧 李经理 那个 行 董少爷 我们应该也吃劲哪 抱歉 实在抱歉 我们现在也帮不了您 董少爷 实在抱歉 在这儿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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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帮我 你也帮我 我应该也帮你 帮你 帮我 帮你 帮你 帮我 帮我 帮你 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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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太 您还是喝碗粥吧 吾妃 阿宝出去都一天了 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啊 你千万不要着急 你这样下去啊 身体会弄垮的 要是筹不到钱 快老爷在日本人手里 心命难保了 老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董少爷呢 小半天不见你影了 听说你做了走路来的笑场跪了 阿柳哥真是好记性 不要 不要 等一下 蹲一下 都说董少爷金盔洗手了 我就不信了 走 来了吗 等董少爷来了吗 快 快 董少爷 下不下 下的吧 来啊 肌肤可是是不再来的啊 好 要不加的 来 来 来 聊什么呢 快开啊 开啊 开不开 开不开 开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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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啊 开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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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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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